接着是有关于工商方面的消息 全球知名的零售品牌 名创优品Minisol 在3月份宣布与漫威开展官方合作 开发一系列周边产品 并且面向100多个国家进行销售 9月28号 Minisol名创优品洛杉矶第三家的漫威黑金店 在托兰斯市的Dell Amour时尚中心 举行剪彩仪式 一批新的Minisol漫威系列产品 也跟消费者见面 现场是大排长龙 粉丝们要的就是争相采购 最新的漫威系列产品 2019年3月 宣布和美国漫威达成战略合作 在全球范围内的Minisol门店 推出Maffle与Minisol联名系列产品 包括以蜘蛛侠 钢铁侠 美国队长 雷神 绿巨人等 多个漫威英雄形象的上千种产品 从生活用品到服装文具 再到美妆和日用品 真的是琳琅满目 全方位地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细节 继美国第一家Minisol漫威产品黑金店 选在了位于洛杉矶地标性旅游景点之一的 好莱坞大道门店 第二家Arcadia漫威黑金店开业之后 9月28日 在洛杉矶南区的第三家Minisol漫威黑金店正式启动 我希望通过跟漫威IP的合作 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就是又有好的IP 又有好的品质 又有很惊喜的价格 这是明川优品成功的最重要的一个法宝 明依早从2013年到现在 我们在全球超过4000家店 80个国家 然后呢 我们在北美 大概未来 目前已经开了35家店 未来三年 我们可能会开到300到500家店 我们今天开业的话 我们头100个嘉宾来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惊喜包 然后我们也有个促销活动 所以如果你今天的消费满够75块钱 我们会给你一个20块钱 下一次来用的券 我觉得我们这个品牌 我们第一个就是可以给一个消费者一个惊喜 你来进来这家店 第一个感觉 哇 怎么那么好的产品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价位 我们价位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是可以跟我们竞争者一起存活下去的 我们会在11月底之前 把我们每个全部的现在现有的名创店 都会有铺漫威的产品 这样子我们会让全美的消费者 都可以获得漫威的产品 我们这个品牌起源于日本 也是我们跟我一个另外合伙人 在日本创立的 在发展于中国 然后到全球 Miniso是日本设计师品牌 于2013年 由中国青年企业家叶国富先生 和日本设计师三宅顺野先生 共同创办 2013年9月 Miniso名创优品进驻中国 全面布局在华市场 自2015年开始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5年时间全球开店3500多家 2018年营收突破25亿美元 目前Miniso已与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阿联酋、韩国、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澳门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合作 平均每月开店80到100家 天下卫视采访报导 年轻三宗